這是Vivian,她問762,即是聯通 現在都升了上來 現價貴不貴呢?還是會一點點才買呢? 還有762 vs.941,你會怎樣選擇呢?還是追728呢? 我自己的排序都是941、728,然後才到762 我就不是太喜歡762 她說今次突然衝上來,因為她的派息多了 所以就令到價格靚仔了 但是你看回762,其實拉長一點的畫面看 其實她都剩下了很久 始終我會比較喜歡728和941 就是她回A之後 她都說了那個派息會guarantee了 接下來都會逐步增加 所以這件事,我覺得是 變成買下去就會安心點 有一個能見度高 762可能能見度就相對會低一點 而且她跟A股的bonding會小一點點 因為始終聯通的A股和762 其實是姐妹公司來的 不是同級的 所以亦都上了很久 反而你說941和728是近年才上A股的 所以她們給人的感覺就是 她都要回歸一些A股股東 所以那個派息都會比較慷慨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 我就自己會選941或者728 我也有持有941 Vivi問6823 她說現家買收息又行不行呢? 6厘幾息有點尷尬 很多的當然是好一點 其實她623就勝作真的很穩陣 股價完全是好像睡著了 以為是停牌子不動的 是 慢慢慢慢上 是有息收的 是有息收的 每個帝心都是在挖著歷史新高 你挖著歷史新高去買一隻收息股 是好像直播率是差一點 始終你會掉下來才買好一點 但是她又不肯掉下來 是 那不如你試試月工去做 是 是 有空氣 2 3 3 7 8 7 7 8